5月20日在四川大洲的街头 一名圈媳妇的那只 被一名女子当街色夺过耳光 警方介绍情侣老大后 那方还包袱起大人的女子 不让明镜将她带走 你看那警察都托不住 要包袱这个女人 这个女儿应该还是收下六亲了 自删了五十二哈 要是三狗五倍而撒下 可能会删到这个浪瓦儿 香肠一首歌 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 耳光说一点都不美妙 据时候处理这个事情的明镜介绍 这段情侣是因为一些家庭纠纷 引起矛盾 男方自己做的做错了死 对不起女方做的理亏 所以才仍有女方当该仓儿死 认为那样能让对方消气 年轻人啊 消气的方法能够多 为啥是偏偏要选一个吃力 又不讨好的方法呢 而且不关注错了什么事情 大人都是不对的 而且你在老死改头大人 已经不简简单单的说是 消气率之间老矛盾了 印象好坏嘛 边上还有能够多的小朋友在看 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会觉得 看嘛 四川女娃儿都是母老妇 四川的浪娃儿都是爬耳朵 首先我要说明哈 我们四川浪娃儿只是性格自帅的多 四川浪娃儿也不是爬耳朵 而是东北尊重旅行 这种事情绝对是极个别的案例 不过也要提醒一下 以后那个女生准备举起小圈圈 吹你的胸壳 大家一定要慎重一点哦 你听一下刚才那个耳光 参得啪啪啪的 这种力道还成小圈圈 对到你的胸口吹无声 摇摇拎来了都救不到你 只有还成摇耳拎来 他就是一路走过来的 我也看到他要跟那个其他的乘客要去 他有三样东西 是那个笔 还有一个本子 本子上面就有金额 上面写的一些什么 韩人怎么咋样 还有二维码 到了我面前放了两次 我没理他 看他的时候 他就就讲了一句脏话 这个时候 其实我那天还是比较生气的 我就拿那个手机对着他 然后进行那个录视频 因为他说那个口味的时候 肯定不可能是那个龙亚人 会这样说的 那时候他就有那个三个动作 第一个就是推让 他其实不是想推我的手机 他是想抢我的手机 另外一个就是 他一直是再用一只手 然后再召唤其他的那些同伴过来 在站台去找那个安保的工作人员 然后他们说这种人的话是那个惯犯 他们处理的方式的话 也就将他们的那个钻工具收了 然后让他们下那个地铁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让他们写那个检讨 因为我判定他不是龙亚人 所以说这种不是龙亚人来做这种事情 到底能不能去判定 有网友就说 第一天车站很多那些居住家产记者的骗子 不给他钱 他还等你 也从来没有人管管 那现在碰到七套龙亚人 都有点怕了 有手有脚的 为啥子不自己出去找工作 非要当个要饭的 即使你是龙亚人 别个也没带衣服给你钱 叫大家一遭 我以前遇到过 拿个牌子上面写着啥子龙亚人 然后我白白搜索 我不是职 那个人知道一下罪 白老白搜 我知道自国人的钱班 白老白搜 哈